每天100秒带你看两会 3月40下午全国正协时三届五次会议开幕 这意味着2022全国两会正式起目 当天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 谈及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会议发言人张叶隋表示 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实践最有说服力 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针对中美关系 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张叶隋称 以中国发展为借口 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做法 只会破坏中美互信与合作 也必将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谈到疫情防控政策 他表示动态清零的做法不是追求零感染 事实证明该做法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路子是对的 效果是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社交网络的热搜榜 首先火起来的是票子话题 全国政协常委林亦夫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称 中国最晚2025年将成为高收入国家 这句话冲到了热搜榜第一名 他表示202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8万元人民币 这一数字与世界银行最新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 已经十分接近 可能是明年最晚也不会晚于2025年 中国一定可以成为高收入国家 抢热搜的还有孩子的话题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卫山建议 推动学校美育体育协调化共同发展 推动博物馆美术馆成为学校的美育课堂 同时还建议取消中小学的各种艺术类等级考试 其实我们的教育从应试转向素质 不是学科内容的调换 而是教育观念的变革 明天13年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正式开幕 11日上午闭幕 备受关注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即将面试 两会议的是国事也是家事 让我们一起带着小家的心事 关注国家的大事